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奇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短的一个Vlog 那么围城系列啊或者是地球崛起或是Kingdom Wolf of Cyprus三部曲呢即将漫入尾声了 那当中的话呢曾经有一两套的组合 包括的是这个限定配色很难买到 那首先的话呢这个是地球崛起的时候的这个Sundercracker 还有这个Skywarp 两个的话呢最近呢突然呢有一个大祸冒出来 那么曾经的天价呢现在在台湾的话呢也是台币大概17001800就能够买得到了啊 那我的话呢也算是赶快把它给补齐了啊 就把它给带回家了 那不小心还多买了一组啊 我忘了我已经跟A卖家订了 结果又跟B卖家多订了一组啊 就多买了一组啊 有想要的再跟我说吧 那么另外的话呢则是这个更难得能够买到了 这个是造语师小队三人组 那我也是买了 然后理论上是应该开个 但是我现在不想开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我好像买到了一个 就是国际限定版 就是地球限定版吧 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一盒好像怪怪的 到底是哪里怪怪的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他的名字 这个绿色的家伙应该叫酸鱼 结果他的名字叫做Nova Stone 叫做超新星火焰 结果这个黄色的家伙呢 他的名字叫做酸鱼啊 也都是说呢 我买到了一款这个 好像酸鱼跟这个超新星风暴 这两个人位置装反了啊 然后这个可以跟各位 真的是强烈的说明啊 这真的是一个全新品啊 这一次胶啊 就买到 然后所有的绑线啊 什么就是绝对是完整的啊 所以到底是这一批的这个大货呢 它是 对不对 这个也是 这个是台湾代理版了 我不晓得是这一批货全部都装反 还是说只有我买到这个装反的 这个反正就两个人物是 这个位置是应该要反过来 那因为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他很稀有 是真的是刚刚买到装错的版本 那这一盒我也不会拆了 就留作一个 留作一个纪念吧 把它 OK就把它留下来啊 那就做个小小的记录啊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啊对了对了 那个我的话呢 顺便宣导一下好了 我在YouTube上面呢 我已经决定把我的摄影的部分的 这个频道的话呢 跟 YouTube的这个便宜杆开箱的话 我已经把它分开 以后呢 在YouTube上面呢 你想看我摄影方面的频道 节目的话呢 就 要另外去订阅我那个频道 那我会写在链接下面啊 然后 写在节目的说明栏 然后如果啊 就是说 以后你在YouTube上面 只要看病影金刚的节目的人呢 啊 你就不会再被我这个 做影 做摄影方面的节目 给打扰到了 那 那比利比利跟优酷就不用 没有什么差别啊 我一样是频道是不分割的 一样全部会同一个频道上传 那 谢谢各位这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